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買豆,又買豬,美股等身高 在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新指數升了265點 收報27352點 成交不多,因為A股優市只有576億 今日港股,可以說是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 亦等於接近全州最高位收市 技術走勢上高,算是一個利好的走勢 昨天本來說到,擔心會有趙雨 因為走勢烏雲蓋頂 結果昨天晚上,又有好消息公佈 中美雙方傳出,可能達成臨時貿易協議 互相釋出善意 愛慕之情日於言表 需要隱瞭超過兩星期 Leave 美國退遲了向中國徵關稅 Sauюсь,本來要斷�天期iva телефон正前後後,去到10月15日才開始徵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渭說 中方歡迎美方宣布推遲10月1日加徵關稅 又指全世界都盼望中美初商取得進展 雙方的工作終於下週見面 下星期又見面,大家又有辦法談 市場對這個比較樂觀 現在情緒挺好的 為什麼不只是港字有行動 美方壓後,中方又有回經 除了他原本說壓後了關稅之外 他現在買多些農產品 買大豆 買了多少呢? 據說現在是買了10船的大豆 這是6月以來最大宗的 買大豆這件事 不僅是買大豆,還可能會買豬肉 因為中國現在是豬肉坊 大家也知道豬肉肉價升得很貴 香港的肉價就是全世界最高 貴到飛起 內地的豬價都很高 令到CPI高 現在中國打算向美國買多些豬肉 現在就順價 美國肯定是很高 美國肯定是開心 特朗普肯定是愉快 中方亦都向美方表示友好 所以現在的氣氛底下 有機會達成一個臨時協議 但特朗普怎樣說呢? 特朗普就說 我當然是歡迎 如果達成臨時協議都好 不過更加願意就達成一個全面協議 總之其實他現在 就是說 全面協議當然是最好 臨時協議可能他都收貨 所以10月有沒有機會呢? 我覺得有機會 就算這個是一個表面現象也好 都有利港股在10月1日之前 繼續這個國慶行程 可能中方釋出善意 為了保證11之前 美方不要玩東西 不要搞磅這個派對 大家高高興興地過70週年國慶 縱使如處是這樣也好 但都是會理好 短期都會理好 所以今天這件事出了之後 內地今日中秋假期休市 可能在星期一才反映 所以A股星期一又有機會衝上去 港股有機會進一步走高 本來昨天有一個烏雲蓋頂的形態 今天大家看這幅圖 衝上去接近全日最高位收 就已經破了昨天的高位 消除了烏雲蓋頂的劣勢 短線又繼續走高 按照頭肩底的形態 衝上來 量度升幅目標大概是27,800區 現在都繼續朝這個方向上進 避險情緒擴溫的 大家還可以看看人民幣 人民幣 美元對人民幣 向下就是人民幣做好 向上就是人民幣淡 現在回到7和7.1之間 即是市場氣氛比較樂觀一點 亦有資金重投人民幣資產 買回人民幣資產 有利中港股市的反彈 有利香港 但是講回今天的題目 其實焦點 我覺得這幾天 反而大家留意多些美股 因為現在中美貿談樂觀了之後 美股很有機會創新高 昨晚美股都在衝上去 你看標普500指數 3000點頭上收市 之前這個前浪頂高位 其實就在5月26日這一天 3027.98,你當它3028 3028,那就是3009 不夠20點 有沒有機會今晚就借著中美貿談 取得一個小小的進展 即是中方又和美方買回農產品 這件事情 就進一步上升 我覺得有機會 特別要留意的 其實就是特朗普他推特治國 他推特到說什麼 可能他又會表下功 又說 看看大家我又搞定中國了 又買回農產品了 可能又和習近平又是他朋友 諸如此類這些好說話 一說這些事情 美股今晚有機會創新高 標普500指數是這樣 雖然納紙和農產品關係比較小 但是大家知道 很多科技相關的產品 都是賣給中國的 暫時雙方緩和 其實對納紙都是有利的 事實上它也相差不遠 7月26日這個高位 就是8339 你當它是8340 8340 現在收8194 即是接近8200 都是差百多點 就算今晚納紙創不到 不要緊 之後也還有機會 總之都是衝上去的格局 好了 道指又如何 道指本來良度升幅是27500 現在都是差一點 就可以破這個頂 它的頂是7月16日 高位是2739 8.68 你當它是27340 27340 也都是1%之內 所以今晚 美股三大指數都有機會創新高 好了 除了中美貿易戰 支持美股有機會創新高之外 還有就是 憧憬聯儲局下週議息會減息 大家都知道 中國央行已經降準 歐洲央行昨天宣佈減息到-0.5厘 兼在11月重新賣債 即是放水 中、歐都已經進一步放水 美國聯儲局 下週議息會議之後 減息的機會很高 問題只是減減多少 我現在仍然只是估計減0.25厘 我不會大想到減0.5厘 但我覺得憧憬減0.25厘 可以在減息前支持美股創新高 大家留意這件事 事實上昨天歐洲說了減息和買債之後 歐洲股市這陣子做得很好 你看看,急上的 雖然英國那邊在罵脫歐問題 歐洲股市都很少理會 準備都是衝進去7月25日的高位 剛才大家看過 美股都是7月份的高位 歐洲市場都是 7月25日的高位是395.1 現在是390 差不太多 又是1.2% 甚至乎今次有沒有機會上探400大關 歐洲600指數 歐洲比較廣泛的南籌股指數 上次本來是一個沉重頂 跌了下來,現在上回挑戰了 當然,我們不是說一下子 覺得就算他創到新高 美股也是 不是說創到新高,是一飛沖天的 因為還有很多問題 是不是真的達成協議呢 聯儲局是不是這麼順滩 減息之後,每次都被特朗普夾死去 就要減息那個問題 這個都仍是值得上課 但短期是會先看衝上去 港股下個星期 就有機會受到 美股可能創新高 內地福市上升的帶動 這些一連串因素刺激 恆指仍然有機會上網 27,800區 南籌股有兩隻股份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隻是吉里汽車 吉里汽車今天 原本他已經頭肩底突破了上來 今天就再商到14.12收 升4.75% 突破了這個 雙底頸線 或者高低腳的頸線位 如果連續三天 站在14元之上 就有機會上網17.5元 還有一件事要注意 今天本身成交其實不高 大致成交570多億 你見到他今天的成交額 都飆高一點 即是今天都有些資金是賣的 重新可能看好 因為他連續三個月 銷售有改善 這件事有機會支撐他 但得高一點 就算不能達到17.5元 我覺得 去到15元左右 是有機會的 另外一隻就是豬肉股 昨天也和大家說到這隻股 就是 憧憬 中國是開放 可以容許企業向美國買更多豬肉入口 這隻股今天 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升3% 收7.44元 這隻股值得憧憬一下 駁它可以上回大概8.4元 就是因為買豬肉這件事 應該對它是有利的 總結而言 美股有機會創新高 港股下個星期有機會被帶動 銀子上網27,800區 好了 中秋各位快樂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